哎呀,你这个针好细啊 苏小璐没说话,取了一根针 先从萧冰的心口扎了几针,护住心脉 然后才开始在其他穴位施针 很快,头部就被扎满了银针 头疼吗?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吗? 酸痛和胀痛难受之类的 楚氏也一脸急切 他看着苏小璐扎针快而稳 心里也隐约有了期待 萧冰看着苏小璐 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 大夫,那现在怎么办呢? 苏小璐又拿了两根针,封住了头部 他知道楚氏心里焦急 头部没有问题,那就继续往下排查 除了封住穴位的银针 其他的银针苏小璐都取了下来 熟练地处理,然后再使用 接下来就是颈部 这样的排查就像是把萧冰的身体 分成了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检查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过程是很细致废实的 楚氏看着苏小璐额头都有细密的汗珠 他拿了帕子 小心翼翼地擦拭 苏小璐对他笑了笑 他已经排查完了萧冰 头部、胸部和双手 接下来就是腹部和双腿了 苏小璐一针一针地下去 腹部这一块 萧冰的肚子拱动了一下 嗯,疼,好疼,娘,我疼 这,这是什么呀 楚氏只觉得头皮一麻 脸色都白了 萧冰的身体里有东西 因为他的肚皮下 好似有什么一下活了过来在扭动 正是因为这个动静 萧冰才感受到了痛楚 苏小璐在萧冰快要忍不了疼的时候 快速地按着萧冰 在他头上就下了一针 萧冰昏睡过去 楚氏这下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小姑娘 医术绝对不一般 她想着 为萧冰看大夫的时候 大夫们说过 这样奇奇怪怪的病 恐怕只有神医才能寻到其根 楚氏当即就跪下去 对着苏小璐磕头 神医,神医呀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把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啊 夫人不必这样 我会尽力而为 你也看到了 你儿子的肚子里有虫 我得把它取出来 你可以自己看 这条虫很长 它才使你儿子的身体虚久了 我不能保证你儿子一定能活 但是如果你愿意一事 那我也会尽力而为 如果你不愿意冒险 那我就此收手 把话都说了 楚氏能接受就治 不愿接受就算了 楚氏看着昏睡 安静的肖冰 再看着他皮下拱洞的义务 楚氏整个人都在发颤 小沙弥同情地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神医,我想好了 就把虫取出来吧 他吃我儿子血肉 无论如何都要取出来 取虫 取虫 苏小鹿看着肖冰 还在拱洞的腹部 二话不说就取了小刀来 这还是龟友给他打的小刀 很小巧 异常锋利 能轻易插穿骨头 怕肖冰会醒过来 苏小鹿又在肖冰头上扎了两针 他拿着小刀 在肖冰肚皮上 开了一个小口 然后就伸手抓虫子 刚触到虫子 只有一瞬间的尖硬 像是一条铁线 这个触感只是瞬间就没了 苏小鹿丝毫不怀疑 开始往外拉 拉出来 带着血 能看见有一条很长的虫子 一点一点地被扯离